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慰哈利王子让他们尽早地摆脱对母亲的思念 后来一段时间他们父子关系非常融洽 查尔斯王子迎娶卡米拉时 哈利王子亲自的撒鲜花表示对父亲的祝福 希望父亲晚年生活愉快 对于哈利王子与梅根的婚姻 查尔斯王子也没有反对 他尊重儿子的选择 在梅根的父亲因病不能出席婚礼宣传时 查尔斯王子代表他的父亲将梅根的手放在哈利王子手中 那一刻他们都对查尔斯王子领眼相看 他似乎真的是一位很负责任的父亲 然而梅根进入王室之后 哈利的个性也慢慢地改变了 原来哈利王子是一个非常在意老婆感受的人 他小时候经常看到父母的争吵 母亲戴安娜总是饱受委屈 他不想让梅根步入母亲的后尘 因此他带着梅根搬出了肯心顿宫 在乡下一趟很旧的房子里定居 据说梅根那时已经与凯特王妃闹矛盾了 伊丽莎白女王怕他们受苦 出资500万英镑将房子重新翻修了 因为那里曾经是王室雍云居住的地方 与王室比起来肯定要很酸得多 不过经过重新装修之后也是哗然一些 在王室里梅根时刻与凯特王妃相比 总觉得自己受尽了委屈 王室很多人都不待见他 处处把他当外人来看 甚至就是查尔斯王子 他也觉得与以前不一样了 他开始蒙翻了离开王室的想法 他要带着哈利王子和他一岁多的儿子小阿琪回到美国 伊丽莎白女王和查尔斯王储都感到很意外 他们一再的挽留哈利夫妇 不要离开王室 然而梅根就像吃了秤妥铁了心一样 坚决要离开王室回到美国 在美国他们利用王室的身份 从事各种商业活动 甚至将王室的一些秘密也公开曝光 来换取金钱 大家都知道哈利和梅根前段时间 在奥普拉的采访时 将查尔斯比如是被困在王室之中的龙中之鸟 没有自由 同时哈利还公开的担心梅根会重蹈大安娜覆辙 他们完全将大安娜王妃的意外事故 都怪罪在查尔斯王子身上 言下之意就是查尔斯伤害了大安娜 要知道他们刚刚到美国的时候 查尔斯王子还支援了他们一百多万的安家费 一转眼就向媒体来指责自己的父亲 查尔斯王子大为恼火 菲利普其王去世之后 哈利王子曾经回来奔丧 查尔斯王子一直都没有搭理哈利 本来他们父子是要在一起好好的谈一谈的 哈利王子心里只有梅根 葬礼结束后呢就匆匆的回到了美国 对于查尔斯父子之间的关系 伊丽莎白女王也很着急 英国王是这么多年来一直维持比较稳定 与女王的大度包容有很大的关系 伊丽莎白女王要求查尔斯王子对哈利要有耐心 要宽容 不要一味地指责他 其实查尔斯王子已经改了很多 只是梅根和哈利太自私 故意小就鸡肠 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哈利梅根 在2020年初做出了离开英国是生活的决定 外线认为因此最受打击的可能是哈利的哥哥威廉王子 因为在后者机位时他将失去最大的助力之一 然而有王室专家指出 最受打击的其实是哈利的父亲查尔斯王子 因为梅根先是给了他希望 又让他陷入了绝望之中 这种所周知由于查尔斯和他的现任妻子卡米拉 对大安娜王妃造成的伤害 哈利与父亲之间一直存在着巨大的隔阂 这令查尔斯感到无助 但是在2017年 哈利却首次在BBC的纪录片中 公开给予了查尔斯极大的肯定 称他在大安娜离世后呢 一直紧励地确保自己和哥哥 能受到最大的关怀和保护 这一句肯定让查尔斯热泪盈眶 而王室人家卡米拉托米尼暗示 这其实是梅根的功劳 因为梅根自己的家庭并不完整 所以他对哈利强调了 真是自己的那位单亲重要性 而在2018年梅根正式进入王室后 他迅速和查尔斯卡米拉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并帮助查尔斯和哈利父子矛盾 得到进一步缓和 这样查尔斯对梅根事物珍宝 几乎把他当成亲生女儿一样有求必应 还为他制够了众多昂贵的精美服装 可惜好景不长 很快梅根就被发现 并不是真心地想要看到哈利 和他的父亲修复关系 或者说相比之下 这位前忙妃更加重视自己的感受 当他感到不适时 查尔斯再次被抛弃了 从梅根生下阿琪开始 查尔斯发现自己和哈利之间 再次出现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甚至几次主动登门拜访时 都被拒之门外 在梅根的主导下 他和哈利就像和王室的所有人 都跨清了界限 根据这对夫妇 在今年接受奥普朗·伦弗瑞采访时 透露的信息 这似乎是因为 梅根对自己怀孕期间 没有得到王室内部 足够的支持和重视 感到不满 最终哈利·梅根决定离开王室 梅根带给查尔斯 与哈利修复关系的希望彻底破灭 他不得不面对自己与哈利之间 比过去更加遥远的距离 但这还没完 在哈利接受奥普朗采访时 他告诉对方自己对父亲非常失望 所以2017年 他在BBC采访中 表达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采访过程中 这位王子指控 他的父亲没有在他需要的时候 为他和他的妻子 孩子提供资助 却只口不提 查尔斯以私人身份 为他提供的百万英镑资金 显然 到这时 梅根对待哈利和他家人之间的关系 态度完全转变了 不只是对查尔斯 在梅根的主导下 哈利如今 几乎与所有王室成员的关系 都降到了冰点 在他返回英国出席 菲利普期盟葬礼时 甚至出现了某些家庭成员 不愿与他相认的情况 可笑的是 就算哈利如今 与家人之间的关系 已经紧张到了这种程度 梅根却丝毫不在乎 依旧保持着 他要女王公开道歉的主张 接下来是 在达安娜的葬礼上 查尔斯还挤眉用眼 威廉和哈利的表情 大相径庭 虽然菲利普期王的葬礼 由于疫情的缘故 只有30人参加 但大安娜王妃的葬礼 即使参加人数众多 但真心为她伤心的 又有几个人呢 尤其是身为丈夫的查尔斯王子 她在葬礼上的表情 也让很多大安娜的粉丝感到愤怒 其实从照片也不难看出 查尔斯王子的脸上 确实是看不出一丝悲伤之情 而那个时候 她的心也早就已经被卡米拉所占满了 估计大安娜王妃的死讯 对于她来说 或许比起悲伤 更多的还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不过 大安娜王妃毕竟是威廉和哈利的生母 所以她们两人不悲伤 也是不可能的 但相较于威廉王子 简而不顺的表情 哈利的表情就显得更加呆滞了 很多网友在看过照片后 也不禁感慨 其实他们兄弟二人的命运 自出生以来就已经注定了 而哈利王子 无论是情商还是智商 都与哥哥有着很大的差距 但这也并不能够成为 他和梅根用舆论来 伤害王室成员的借口 所以很多英国民众也觉得 哈利王子似乎永远 都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只知道给王室添乱而已 不得了 也会有什么好伤害 和梅根不一样的父亲 也会有什么好伤害 和梅根不一样的父亲